近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一番有关中美关系的言论,他说,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成功入主白宫,那么,中美之间有可能签署重大贸易协议,而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则是因为特朗普此前发表的一番言论。 据了解,在上次输掉选举前,特朗普曾表示,中美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一项重大的全面贸易协议,基于这个背景,欧尔班认为,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那么,中美在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之后,现在仍有可能达成协议,因此,问题也就来了,欧尔班突然发表这番言论,到底有何用意? 而这份所谓的重大贸易协议,中美在未来有没有可能重新达成呢?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2020年,中美可能达成重大全面贸易协议的具体背景,众所周知,在特朗普任期,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一方面是为了控制贸易逆差规模,以及分散贸易逆差来源,关于这一点,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当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时候。 那么,美国就会对此进行控制,其中的手段就包括扩大美国对外出口,当初特朗普要求中国买美国的大豆和天然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的分散贸易逆差来源,则是美国要减少对某一个对外贸易逆差国的依赖,比如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分散到其他国家去。 另一方面,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实际上也是仗着他们作为贸易逆差国的身份,拥有更多的筹码与中国进行谈判,以此想要在相关谈判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比如帮助美国资本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渗透。 此外,由于特朗普针对的对象,还有日本、欧盟等国,这实际上也代表着特朗普想要通过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来推动和主导国际规则的重新谈判和修改,说白了,也就是为美国谋取更大利益,以及增加美国主导国际规则的能力,但最终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那就是特朗普虽然想得很好,但对华贸易战还是失败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不仅如此,美国对华贸征关税的成本,反而落在了美国人民的头上,直接推高了美国的通胀率。 可以说是偷鸡部城市巴米,了解了特朗普想要什么,我们其实就不难推断出,中美可能达成的重大贸易协议究竟是什么,说白了,由于贸易战失败的事实,特朗普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谈判主动权。 换句话说,这份中美重大贸易协议,中国肯定不会吃亏,中美很有可能会在贸易上做出大量的利益置换。 具体点说,也就是我们给美国一些想要的东西。 同样的,特朗普也别想空手套白狼,必须也得给中国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比如,我们可以加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 但同样的,美国也必须给中国想要的东西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如今的中美关系现状,分析一下这份协议,未来还有没有达成的可能性,从中美关系的现状来看。 由于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甚至还有有过之,企图在高端产业链对华搞所谓的脱钩锻炼,并且不断构建各种小圈子,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 一方面导致中美关系不断下滑,另一方面,拜登的种种行为实际上也让中国对美国基本失去了信任。 我们也被迫在很多高新技术领域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寻找更多的合作贸易伙伴,这实际上一点点淡化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说白了。 也就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的事情已经变得少之又少了,而且中国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国也不会给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2020年中美可能达成的重大贸易协议或许已经不适用于现在了,时过境迁,中国不会再迁就美国了。 比如,我们可以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但问题是美国能拿出什么来置换呢? 通过以上分析,其实不难看出,哪怕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了,但中美之间未必能就这份协议达成共识。 当然,如果特朗普能够拿出一些中国真正想要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说到底,这一切的前提都得是特朗普能够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成功胜选。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匈牙利总理发表此番言论的目的是什么?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实际上代表了欧尔班在美国大选中对特朗普的一种舆论支持。 说白了,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美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特朗普真能与中国签署重大贸易协议,那么他们肯定会将其宣传为特朗普的一大胜利。 而这个时候,匈牙利故意提及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鼓吹特朗普有能力处理好对华问题。 第二,匈牙利总理故意讨好特朗普,同时也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实际上就是为了再可能的未来,同时跟中美保持友好关系,甚至是充当东西方桥梁的作用,以此实现匈牙利的利益最大化。 几天前,一众北约成员国还在忙着否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不排除向乌克兰直接派兵的说法。 未曾想,几天后,北约成员国波兰自己爆出大瓜,称北约士兵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北约的这一波操作,完全把外界给整蒙了,既然波兰方面爆料,说明北约士兵出现在乌克兰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北约此举可能对俄乌战局会造成什么影响? 北约为什么要在普京发出核冲突警告的情况下,仍要坚持派兵?下面让我们一起深度分析,上周日,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在出席波兰加入北约25周年纪念会议时,向在场的人员扔出爆炸性新闻,声称一些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派兵了,这些士兵现在就驻扎在乌克兰。 不过没有点出这些国家的名字,希克尔斯基的这番主动爆料,到底是北约向俄罗斯摊牌,还是北约觉得只终究暴不住火? 没必要再对俄罗斯遮遮掩掩,其实有关北约士兵现身乌克兰的消息,这并不是多么新鲜的爆炸性新闻。 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不久,就有类似消息传出,值得一提的是,在希克尔斯基主动爆料的前几天,德国总理舒尔茨就大方承认,英国士兵就在乌克兰。 他们教授乌军如何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俄军的设施,俄乌冲突打了近三年,从表面上看,北约给乌军提供了直接出兵之外的一切军事援助,但是北约真的没有向乌克兰派兵吗? 想必谁也不会相信俄乌战场上反馈出来的东西,足以显示北约已经向乌克兰派兵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北约士兵的鼎力协助,乌军怎么可能在战事十分激烈的环境下,在短时间内掌握北约制式的武器装备的使用和维护,对于北约向乌克兰派兵这件事? 北约心知肚明,俄罗斯也很清楚,只是在俄罗斯这里有一条底线,就是北约必须恪守,派兵可以,也默许北约培训乌军士兵给乌军制定作战计划,为乌军收集和共享关于俄军的情报,但是北约士兵不能直接参战,不能在战场上和俄军厮杀,这是俄罗斯的底线,而北约当前也守着这份默契,暂时还没有打破, 或希克尔斯基爆料的驻扎在乌克兰的北约士兵,应该和舒尔茨说的差不多,也就是帮助乌军做一些辅助支持类的工作,暂时没有直接参与到对俄军的战斗中。 至于未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默契会不会被打破,关键要看俄战局接下来怎么发展,如果在北约的援助下,乌军反攻有成效了,想必北约不会直接出手,一旦胜利的天平持续向俄军一方倾斜, 那时候,北约可能真的要直接参战了,从此前北约高层的各种表态看,他们对俄乌冲突的最终结果,只能接受赢或者平,绝对不能接受输,如果俄罗斯赢了,不光意味着乌克兰输了,北约也可能面临权限溃败,甚至不排除瓦解的可能,但是如果北约考虑直接出兵乌克兰,并且对俄军作战的话,那就得做好逼迫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和反击的准备了, 北约和俄罗斯开战,核战绝对不是说说而已,而是非常有可能上演的一幕,对俄罗斯来说,最后的杀招就是核武器,这是俄罗斯赖以对抗北约的杀手锏,可是核战一旦上演,谈胜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双方都得关注自己能不能活下来, 观众朋友们,如今北约干涉俄乌冲突的力度越来越大,难道真的要逼迫普京按下核按钮?